全油管最快新年 2023年我国外贸面临挑战 受全球经济不充分复苏和制造业供需疲软影响 进出口持续下降 尽管人民币计算下出口略有增长 但以美元计算下降5% 贸易顺差也下降 2024年前两月虽转好 但仍充满不确定性 重要的是外贸增长关键在于民营企业情况 政策支持及待提升 工业出口战比及增速也需关注 外贸发展人有挑战需引起高度重视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